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CubeAge的这个议题 然后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CubeAge的整个社区的最新的一些发展的情况 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过了,我们就不自我介绍了 那么实际上随着近年整体网络基础技术的发展 大家知道其实越来越多的业务开始从云向边缘去延伸 那么边缘的话,其实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离数据的产生 以及消费的末端特别的近 我们将业务下沉到边缘去可以获得更优的端到端的实验上的体验 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的去节省骨干网络的带宽 因为大家知道其实骨干网络的带宽还是比较昂贵的 那么像现在的话,其实越来越多的新兴的这种业务 它本身就必须要依赖于边缘计算的这种低实验的这种本体网络 那么像这个图的话,其实我们一般是根据业界的 一般对于整个网络,特别是从云到边的划分做的一个总结 实际上从右往左,最右边是大家熟悉的中心 也就是数据中心 那么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验的范围可能在100毫秒左右 它中心运行的这个数据是多种,运行的业务是多种多样的 那么像对照到AI的场景,更多的是运行训练的人 那么有少量的这个推理,以及这个包括一些 如果涉及到视频呢,那么还有一些边界码 但整体上这个从压力上来看,从密度上来看 其实训练会占更多的这个比重 那么20毫秒以下的这个范围呢,一般业界会认为是这个网络的边缘 也就是开始真正的认为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边缘的位置 这个位置一般是这个运营商的一些这个网络的骨干的边缘 那么它有这种有一些这个边缘的机房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算力的 那么所以一般我们也会把它称为是这种边缘云 它还是能够去运行一些相对复杂的这个业务 那么从这个业务上来看呢 其实它会比较多的比重去运行一些转码的业务 那么有少量的一些这个这个AI推理的这些业务 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靠近末端网络 也就是这个5毫秒的这个实验的范围 那么这一类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为这个现场边缘的这个现场边缘 或者叫这个设备的边缘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介入的很多就是真正的末端的这种设备 像在工业里面的这些工业的传感器 机械壁流水线上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质检的这些组件都会接入进去 那么像这个未来自动驾驶的这种车路协同的整套的这个 这个道路以及这个车辆 它都会在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还有像这个智慧城市以及智慧园区 它的这些边缘摄像头 其实都是位于这个边缘的现场 总体上来说 从中心云到边缘 它的整个对于端到端业务的这个实验是越来越低的 那么其实它的算力的这个构成就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其实边缘的话 现在更多的是采用这种基于ARM的架构 因为它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低功耗的优势 并且有这个多种多样的这个多核的这个能力 那么实际上在中心云的话 主流的还是这种X86的架构 所以总体上来看 从云到边其实这个算力的构成也会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去基于Kubernetes 以及云原生的技术来构建这个边缘计算的平台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基于这两个来做CubeH 其实它的这个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首先是容器化的这个应用的分装 可以这个标准化的去定义这个应用 一次构建到处分发 并且呢这种容器镜像的这个分层的这个技术 其实非常容易去做这个端到端应用的这个优化 清廉化 那同时呢实际上Kubernetes 以Kubernetes为核心的这个云原生的这个软件站 已经成为一个业界的一个主流的趋势 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云原生的整个生态中 它的标准化的程度应该是说是 相比其他的领域可能是高出非常多的 Kubernetes也是业界的这个适时标准 那同时的话以围绕Kubernetes的整套的这个云原生的架构 其实它是非常的松偶和易扩展 这样的话给我们在 落地边缘计算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的一些定制的这个场景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侵入式的开发 这个侵入式的去修改这个核心层 我们只需要去做这种插件的开发就可以 当然主要的challenge 主要的挑战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边缘的话 实际上它的这个资源是比较受限的 我们在特别在这个现场的边缘有很多像这种 工业的网关设备 LT网关设备 这种类型的设备 其实它的可能 比如说内存的话 基本上可能只有128兆 256兆这样 那么其实整个的Kubernetes的运行会非常的痛苦 甚至是一个Kubernetes就节点组件运行 它也是很难受的 另外呢 云和边缘之间 它其实因为跨了这个整个的公有云 所以它整个的公网 所以它的这个网络有很多的这个限制 那么主要就反映在这个食言和贷款 同时呢 像越来越多的这个普及到民用的场景 实际上以及家用的场景 很多的边缘会在这个私有的网络中 就是没有一个公网的IP 那么当你从云上主动向边缘发起一些 调用以及业务逻辑的下发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联通性的问题 另外呢 边缘其实我们将业务下沉之后 还是希望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在边缘去管理 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业务 就是把业务下沉 把业务的运为管理也下沉 然后在边缘实现一定程度的自制 还有呢 在这个底层的这个设备上呢 除了这个节点的这个硬件的构成 它会有多种多样 还有就是边缘的这个设备 特别像在工业以及这个物联网的场景 有很多的这个专有设备 它采用的通信协议 都是这个都是一些专有的通信协议 那么现在其实整个生态中是 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简化的方案 可以去这个去简化业务应用的开发 往往需要感知多种协议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而Coverage呢 实际上我们在设计之初 除了这个基于Kubernetes 去做这个原生支持 以及插电话的开发之外呢 我们针对语音和边缘的场景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增强点 第一个是我们采用 提供这个云边双向的这个通信的通道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让边缘节点位于私有网络中 而云和边可以继续的这个 做双向的包括原数据 包括数据的这个同步 当然这里实际上在架构上 我们Coverage起步的模式 选择的是将节点放到这个边缘去 因为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实现其量化 那么另外 我们引入了这个节点级的原数据自制 可以让这个边缘节点 可以快速的从本地恢复 如果发生故障的话 那么不需要去 Listwatch等待这个中心云的这个数据响应 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网络 国家网络的带宽的消耗是比较低的 那么另外我们其实在边缘的话 针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组件 做了很多轻量化的这个优化 那现在的话Coverage的整个节点组件自身的占用是70兆 如果你搭配上这个Cryo 当前的这个最轻量的这个容器运行时 其实你的端到端占用可以控制在100兆以内 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你是256或者是512兆内存的这些小内存的设备都可以有比较多的剩余空间去运行你的业务 还有呢我们针对这个边缘的这些设备的接触 主要引入了一套这个协议转换适配层 将这个边缘设备的各种专有协议进行这个封装屏蔽 那么对于业务应用的开发者来说 他只需要去感知去这个实现基于这个设备协议转换器的这个通用协议的这个交互 就可以实现多种设备多协议的这种业务的这个互通 好这个图是一个Coverage的整体的架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云上的这一部分 实际上Coverage是一个插件化的方式 这Cloud Core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为边缘业务设计的一个operator 那么对于Kubernetes原生的组件来说 他看到的这些云上的node和边缘的node 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 实际上他都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些这个一些资源对象 那么区别在于Cloud Node是他比如说你的这个node的心跳 以及这些pod 他的生命周期的这个拉起以及运行是由collet完成 那么边缘的node呢 以及边缘的这些pod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Cloud Core与AgeCore进行这个双向的边缘的这个同步 实际上云上就是一个类似于shadow management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这里面我们当前的这个云边通信的这个主要的原数据同步的协议的话 支持Wenware Software和Quick 那在边缘的话我们是引入了这个节点级的原数据的持续化 同时呢我们这个现在runtime是已经验证了这个完成了业界主流的这个runtime的验证 那除了这个包括CNI和CSI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在边缘的这个适配支持都已经做了 那另外针对边缘的这个应用的互通呢 我们还引入了一层这个AgeMesh的这个概念 AgeMesh的话现在其实已经具备了这个边缘的这个容器间网络互通的这个能力 服务互通的能力 那么后面的这个版本中呢 我们还会持续的增强它 让它可以穿透多个私有网络进行通信 那设备这块呢 像刚才我已经介绍过 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标准化的协议转换的适配器的这一层 叫Device Mapper 那CubeH社区现在内置的协议支持有Modobus 蓝牙 Bluetooth 还有这个OBCEV 这几个是比较常见的协议 当然这个默认的MQTT协议是也是内置支持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用户其实可以基于这个CubeH社区的整套的这个Device Mapper的 以及这个云上Device CRD的整套的可扩展框架 去实现进入它自己的这个专有的设备 以及专有的协议的这个转换 OK 那接下来的话 请陈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社区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谢谢Kevin 谢谢主持 对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过去几个release所做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更新 那么从1.0版本发明之后 到很快我们将会发布1.4的版本 那么这中间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 Fature的一些开发 这里我们就是简要提一些比较重要的 然后首先我们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componentconfig这样一个Fature 那么我们的原始的之前的版本呢 那么是不支持就是说去自动去生成这样的一个每个component去自动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 而是要去你手动去创建 而且每一个component会有多个这样的配置文件 就造成就是我们目前之前的版本可能会直接配置文件会比较寒杂 那么我们现在版本里面我们会支持这个生成这个最简化的这个配置文件 包括这个完全支持的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现在支持就是说这个边缘节点的自动的发现 所谓自动的发现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手动去注册 Cloud Code会检测到这个跟它有同性的障碍的边缘节点 然后把它加到我的整个整个这个我的class里面去 然后我们可以支持这个边缘节点的像我的云端去主动去拉这样的证书 这就省去了之前我们需要将Cloud Code这边跟各个Edge这边进行证书同步的这样一个手动的反洒的操作 那么同时我们会将这个证书做一个rotation 那么就是确保在它过去过期之前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这样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证书 KEY的密是CubeJ提供的就是模仿的安装这个CubeJ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安装工具 现在已经支持在CNLS上面去一键部署 包括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支持在树莓派上去一键部署我们的CubeJ这样一个环境 现在CubeJ已经支持了这个热主备的这种模式 就是当多个Cloud Code这个incidence在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Need election 包括对这个Needer选出来的这个Cloud Codeincidence进行健康检测 这样一套机制来确保我们始终是有一个Active这样一个Cloud Code的incidence在跑 同时我们就是在现在的版本里面我们就是保证是从我们端发向边缘节点这样一个message 能确保它能deliver到我的Edge端 这主要是通过加入了一些ACCAD的机制 包括加率在Cloud Hub里面就加了一些我的一些消息责列 包括我们一些创建CRD 用CRD来维持我们一个最新的一个资源版本信息来实现这样这样一个目的 刚才凯文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酷贝是提供对一些主流的这种time 的支持 那么不光是像一开始我们的docker 那么我们的CIO 包括我们比较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安全容器卡的container 都都一些支持 我们不光不好意思 不光在X86平台上支持 然后我们在ARM平台上也能确保它能好问题的去运行 那么 如果这块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就是说 像Cupertides一样去通过这个CopyControl 这个mini去 去 去 嗯 将我的 啊 里面的这个 把我container里面 container里面的一些日志信息给拉出来 那么 这就方便了用户去啊 做一些差不多收听的工作 嗯 再不止将来我们还会去支持这个CopyControl EX 的这样一个feature 那么 Metrics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分点部分 一部分是在我们的边缘节点之外加了我们的Metrics Interface 然后在我们的云端去继承那个Metrics Server 然后这样就是我们的用户就 或者我们的管理员可以在呃 呃 云端就可以直接去啊 看我们边缘端的这样一个资源的利用的情况 啊不需要去啊到边缘侧去做这样的事情 呃 一个呃 性能的增强 那么 呃 就是说我们我们将会支持呃更广泛的这样一个工业协议 那么 不光是 现代Metrics像Bluetooth Metrics这样 然后其他的协议我们也也会提供一些接口来支持 那包括像我们会在PropertyVista里面增加一些字段 那去收集 那去收集 让Mapper去收集这个呃 呃 呃 这个数据和上报数据的呃 呃 让用户会自己去自定义 那么同时我们呃 要去增加这个Data 这个呃 一个一个一个Section 那么就是 不光我们可以去呃 去读取一些像 像DeviceTwin这样的一些Property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去让用户去选择他需要去呃 呃 发取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会去把这个PropertyVista从DeviceModel里面去移到这个Device里面 就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DeviceModel的一个呃 可重用性 那具体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去看看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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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一个Release的一个呃 呃 呃 基本都跟是看完社区的保持一致 呃 这也没什么细说 那么目前我们很快就是说 呃 呃将会Release1.4的版本 然后目前正在code 呃 应该很快就会code freeze 呃 这里要提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呃 现在code badge整个这套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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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支持包括这个开发的流程 它是不光包括这个x86的这个架构 我们也支持这个arm的架构 包括V7V8的 那么同时就是说我们我们社区的一些跑的CI 是比较比较早的一个呃项目去采用这个 啊我们这个去呃 呃 去跑这个我们CI的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呃 提供这个cross build 那么去解决这个我们边单设备这个资源受限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 让我们去可以呃去 在一些呃 一些server上面去build我们这样的一些binary 提供一些有利的一个呃 帮助 呃 这是我们的呃 community的一些update 那么这里我想这样提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两个sage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deviceRT 那么就主要是关注RT设备这一块的一些呃 一些这些的动向 呃 包括我们即将去做的两个feature 嗯 刚才已经提到包括这个deviceManager CRD 包括我们要去支持更多的一些工业协议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sig叫mec 那么主要是怎么让coopage去呃 去更好的去配合这个mec这个呃 呃 在这个大的scope下面去让我们coopage应用上去 然后我们会去跟这个CNCF的tug 包括AF的edge这一些项目会有深度的合作 嗯 如果呃 大家有兴趣可以加入进这个两个sage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加入进来 嗯 嗯 对 然后我们这个coopage的版本的话 它是跟上游coopage是是是是是保持同步的 那么coopage每一次就大版本发发布之后 我们也会相应的做一些update 在我们在我们coopage这边 那么同时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呃 最近我们吸收了呃 几个新的maintainer 呃 呃 对 对 这就是我大概要做的一些社区的也最先那些进展的一些分享 呃 呃 400个开发者在社区活跃在社区啊 有100 最近140个最新的数据是140多个这个开发者向社区提交了代码 好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呃 呃 像企业机构这块 现在社区已经有呃 呃超过超过30家这个呃 这个呃企业机构 活跃在社区中 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左边的图中呃 呃 呃 整个 机构的这个专注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些划分啊 其实基本上 从设备到这个网络的运营商到IT服务商到云 呃 以及学术机构 呃都有这个国内国外一些知名的这个企业机构在参与 呃 呃 呃 这个落地这块呢 现在其实呃 社区已经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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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瑞斯康拿这是一个工业的一个 一个一个用户 他已经在他们的工厂里使用icoverd去这个改静他们的整个生产环境的安全以及这个效率 呃 这个开源项目中集成了这个CubeH 提供这个边缘的整套的方案 那这个关于我们社区的话 实际上中国的整个省界的跨省的 这个ETC的收费系统 这个是目前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个CubeH的应用 那么它整体的系统的平台的规模 应该是有10万 超过10万个这个边缘节点 那上一次我们获得的数据是 目前已经管理了超过这个5万个边缘节点 然后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快速的增长中 那么对于这个最终用户来说 最终的这个业务的提升来说 其实就反映在大家这个小汽车 以及这个特别是大货车 去这个通过这个省的省与省之间的这个收费站的这个时间 一个小机车从原来的15秒下降到了这个2秒 另外呢像这个大货车从这个30秒下降到了这个3秒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 那么实际上在系统的部署上 这块我不展开细讲 那么实际上当前的话主要是在边缘部署了这个包括车牌的识别 计费以及这个还有驾照的这个分数的一些 这个就是所谓的扣分清分的这个系统 那么未来的话还会引入车路协同 以及这个更多的一些这个边缘推理云上训练的这么一个 点代优化的这么一整套的这个方案 当前的话已经这个大量的这个边缘节点跑在这个基于ARM的这个盒子设备上 那么还有少量的这个传统的X86的公控机 就是IPC 那未来的话 Coupage其实现在应该说还是在高速的发展中 未来我们在技术开发这块呢 会重点去增强 运维 运维实施管理的一些体验 那么像这个远程的这个 debug的这些支持 以及边缘的跨边缘的这种业务的 业务应用的这个服务通信的能力 以及跨越云边的这个服务通信的能力 那么这里面我们会去最大限度的兼容生态中已有的CNI 帮助大家这个更好的去在现有的云数据中心的这个Cubernetes的基础上 能够快速的扩展出你的边缘的整套的这个技术设施 那么在设备这块其实前面也简单的提到了 我们会继续去增强它的可扩展性和易用性 让这个用户可以更容易的去截入他们自定义的这个边缘的专用设备 另外呢在安全方面我们正在考虑去基于SPIFI SPIR去引入一套去中心化的这个整个认真健全的方案 这个主要是为这个简化用户的边缘的应用开发所 那么社区这块其实我们当前一个最重要的进展是这个我们正在申请SPIF的Incubation 那么另外我们会持续的去提升社区的贡献者体验以及这个组织更多的活动 那么也希望大家这个可以多参与到社区的活动中来 然后以下是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基本信息 那么我们目前实际上大部分的这个工作还是活跃在Github和Slap Channel上 我们每周会这个召开社区的例会 另外的话对于有兴趣加入社区的一些新的同学的话 我们非常推荐这个中文的这个在线课程可以帮你快速的了解CubeH的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最后的话是我们当前这个我们团队在运营的一个公众号 左边是公众号右边是我们CubeH的这个国内开发者的这个交流群 大家可以这个扫码加入交流群来跟我们这个进行实时的这个技术交流 好的然后分享的内容就到这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对感谢那个Kevin和David的那个精彩演讲 那我们看一下问答环节里面用户问了一些什么问题 好的第一个问题是CubeH支持哪些CNI还是所有的都可以 那这块的话其实CubeH我们现在没有 其实没有针对CNI做什么样的限制 理论上都是这个都是支持的 但是CNI现在在边缘场景落地最大的挑战是因为 当你的整个的系统跨越边缘跨越多个私有网络部署的时候 CNI是没有现有的CNI实现没有办法这个 在这个在这个网络环境下去运行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后续的做法是希望在AGMash中去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然后呢能够帮助这个社区的CNI跨越这个私有网络做打通 是现在是这么一个进展 第二个问题是AGE和Cloud不在同一个据点的时候网络延迟的TimeMod大概是多少 这个问题其实可能问的是这个CubeH有没有对网络延迟的一个约束 其实CubeH当前是没有这个对于这个底层网络的这个实验的约束 除非就是你的这个TCP链这个超时不断的这个超时无法这个进行通信 其他的情况其实只要你的这个数据包正常的可达可响应 这个CubeH其实都是可以去可以去工作的 并且我们引入了这个这个应用层 或者说是CubeH自己的业务层的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通信的机制 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云和边在这个这个地质量网络下可以正常的这个工作 那么其实今天的晚上还有一个议题会介绍这个CubeH一些这个技术实现上的这个详情 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可以去那个议题上继续去了解更多的技术细节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升级是否简单 那么升级的这块实际上我们现在社区的话在不断的在迭代开发 就是K-Admin Installer这个工具 当前的话升级其实还是需要额外的再去做一些这个手动的工作 我们当前其实在Installer里面比较简单 就是简单的一个重置和这个安装新的版本 那么未来的话我们会考虑去做更多的一些这个 像这个预设条件的一些检查 包括我们未来在跨大版本升级中 如果某两个版本之间有一些非兼容的这个这个变更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社区的安装工具 可以提供更多这种贴心的功能 能够帮助用户在升级升级回滚的时候 能够识别这样的一些问题 好 第四个问题是这个CubeCTL EXEC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这个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社区的话现在实际上是支持了 从云发起这个像边缘的这个log的这个收取的这个命令 那么EXEC实际上在开发中 从目前的进度来看 有可能1.4还无法完成所有的工作 但是我们会最大限度的去追赚进度把它提前 好 第五个问题是 中国电信的MEC是不是基于CubeG 这个实际上 中国电信现在是这个CubeG社区的一个 非常活跃的一个参与者之一 但是MEC这块他们现在具体的一些 应该说一些我们有一些这个方案在讨论中 但是他最终的这个对于客户 或者说他自己将来要实施的这个MEC的方案 这个中间的CubeG的落地进度 这个其实现在还在讨论中 也还没有太多这个确定的可公开的这个信息 对 那个大部分的问题 我已经那个回答了 然后如果觉得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那个Snack 或者社区里面再继续讨论 好的 OK OK